大家好 我是瘦虎 现在准备和锄头去走亲戚啊 我们又来到了拉萨 听说九点的车又坏了 准夏师傅正在给九点修车 我准备过去看一看 也没带什么礼物啊 但是一定要去蹭一顿大餐 九点要请夏师傅吃大餐啊 我就和锄头连忙赶过去吧 刚才夏师傅给我打电话 让我来停车的地方看一看 这咋回事了 看到了一张罚单 我给你好好看一下是咋回事 为什么我说你放了 直接扔了就行了 不管他 啥我也直接扔了 真的扔了 不管他 干啥那么嚣张啊 直接扔了就行了 为啥呀 绝对没事 他上面没写罚款多少钱 没写罚款多少钱 没写罚款多少钱 那你就去看一下这些条款是怎么处理的呀 二管零百 两百 嗯 对 不是我 最低 拉萨这边最低两百 最低 最低的 最低的有50辆 拉萨这边是最低两百 扔了 扔了就不用交了 你显得美呀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个问题啊 有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我像他们车一样 全部都停在路边了 看一下 一辆两辆三辆四辆五辆六辆 全部都是这样停的 刚开过来就好 不是 那这些车呢 这些车现在都有的 之前都有的 只给我的车上来了一张 我再看一下路边有没有什么情况 是不是我停 没有那边没有 靠外了 我停的也不是特别靠外啊 这辆车也是这样停在这里的 你是外地车牌才给你骑的话呢 你看我的外地车牌给我贴了 这都不给贴 只给我自己一辆车贴 再来看一下前面这些车 这是夏师傅的车 全部都是这样停车的 都没有贴 只有我自己的贴了 看这边谁走过来了 啊 嚣张的九点走过来了 这一那么多车全都没贴 就我的贴了 全部都不动架 就你一个人动架了 我太幸运了 就那五百万 多少钱多少钱 没写 没写 是警告吧 是警告吧 起价 让出去处理呢 处理不了 那他就是两百 你车修好了吗 没关系就两百我修好了 花多少钱 我都没花钱 我花多少钱 免费的在这 我给我大哥买了点水 马上谁大哥一瓶水都行啦 说吃啥 吃饭 主要是这个传单上面 没有写罚款多少钱呀 没有写罚款 就是说五日工作后 到拉萨 穿口去处理 有没有写多少钱 还给他挂着吧 自驾游一年多时间了 这是第四次来拉萨 一年多的时间第一次贴罚单 第一次违章啊 走了出发了 坐下师傅的车 先去给车头打针 给车头打完针之后 一起去吃饭 一会儿断头就行 今天九点安排大餐 我请客 我请客 谁都不要给我抢 谁都不要给我抢 都不能喝九点抢 那大脑袋 脑袋超级大的 又来给车头打针了 就是这样 车头抗拒 现在我又来到这个客栈 昨天九点在这里住的 我本来想来蹭他的房间洗个澡的 这个晚上他还是在这里住啊 昨天晚上我就又蹭了一个房间 我们两个都在这里住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间里面 这是一个三人房间 有独立卫生间的房间 一个人是58块钱 我们两个开一间房间 就是100多一点 上面是浦莫庸 它房间名字起得都很有意思 巴木庸 今天我们就准备离开这里了 不在这个客栈住了 找一个露营地 现在我们两个呆在拉萨 主要就是等快递 再等个两三天三四天吧 就一起离开这里了 咋又见面了 你咋又见面了 看有点很高兴 很高兴 还有他的大吉普 晚上我们就是我们四个住在这个房间里 还有橱头 橱头 八点了 橱头在里面有点自闭 吉普在里面 橱头过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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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有多怕吉普 过来橱头过来 非常怕吉普 橱头 橱头进来 进去 进去橱头 进去 他不敢进 进去 进去 怕吉普咬他 骑普这体型和橱头旋数特别大 你看 这就是橱头的落脚地 进去之后就坐在角落 你等会不动 九点我们两个都是河南的 他是河南登峰的 我是河南商丘 现在我们两个准备去吃河南胡辣汤 找个地方吃个早餐 河南胡辣汤 河南胡辣汤 一碗胡辣汤 我要的一碗胡辣汤 九点要的是两餐 豆腐脑加胡辣汤 这边我们点的油条 煎包 还有饼啊 正宗的河南早餐 什么带着 这碗包子一定要蘸到胡辣汤里面 正宗的吃法 应该是油条蘸到胡辣汤里面 冰也可以蘸到胡辣汤里面 胡辣汤什么都能干 在拉萨市区 停车一般都是要收费的 所以说我就跑到拉萨北边外面来啊 也距离没有多远 找到了这样一个停车露营地 等会准备在这里洗洗衣服 然后刷刷车子 可以看到这个水里面水很清澈 但是都是垃圾 前面还有很多人在那里洗衣服 一个很不错的露营地 等9点过来啊 哎怎么样 这个露营地怎么样 好难找啊 这地儿 你帮我再轻一点 太冷了 我跟人想跟人搭个被子 等下 就 就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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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